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珍惜每一天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办那可羞耻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至于以法连人 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 必不生产 不怀胎 不成孕 纵然养大儿女 我却必使他们丧子 甚至不留一个 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我看以法连如推罗栽于美帝 以法连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 交与行杀戮的人 耶和华 求你加给他们 加什么呢 要是他们胎坠乳干 耶和华说 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假 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 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 不再怜爱他们 他们的首领都是背逆的 以法连受责罚 根本枯干 必不能结果 即或生产 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 我的神必弃绝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第十节 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主 如无花果树上春季 初熟的果子 他们却来到巴黎 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神看以色列就如同葡萄 在旷野 无花果树初洁的果子 是这样的珍贵 是这样的丰富 一个丰盛结果子的人生 可是他们慢慢长大之后 他们却跑去拜巴黎 去拜偶像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十一节十二节所讲的 他们荣耀像鸟飞走了 不生产不怀胎不神韵 众人养大儿女 神也比让他们如同上子 甚至不留一个 那这一切的结果 就是因为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我常觉得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经历很多的丰富 上帝给我们 哇真的很多的祝福 我们也感恩 我们这次开始结出丰盛的果子 丰盛的生命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服侍主 在信主的路上 我们也难免会碰到一些挫折 碰到一些伤痕 甚至一些的打击 其实在人真的路上 信主的路上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 在这样的处境里面 他们就跑去拜偶像了 他们觉得已经自己够富足了 有丰盛的生命 竟然跑去拜偶像 神祝福他们 碰到一点点的挫折 就离开神 甚至就离开教会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以法利人离开教会 离开神的光景 就是不生产 不怀胎 不成韵 而且神 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让神离弃我们 如果我们做到一个程度 背逆到一个程度 让神不得已 必须离弃我们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生命中 真正的灾难的开始 你想想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有多么的好 刚刚遇见神的时候 神怎样施恩祝福我们 可是当我们神越来越祝福我们 神越来越使用我们 我们一点点的挫折 一点点的不顺心 好多人就离开神 那么每次看到这些 跟我们一起服侍上帝 同时间信主的人 够了一段时间 他们离开神 甚至到一个地步 神也要离开他了 因为太多的抱怨 太多的苦毒 太多的里头的愤怒 甚至跑去拜偶像 回去拜偶像 过世界的生活了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命 后来你去了解 其实有更好吗 没有 就像以法律一样 神的荣耀离开他们 真的是过得蛮 我们说蛮辛苦 甚至蛮不幸的日子 其实我想我们在教会 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人 我们都会看到 有这些让我们很心痛 也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离开了神 那么神也离开了他们 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不要让神离弃我们 不管怎么样 连滚带爬也好 再怎么样也好 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只要神不离开我们 纵使我们软弱 纵使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只要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神的恩典就会与我们同在 可是如果我们背逆 我们骄傲 我们回头去走世界的道路 我们逼得让神离开我们 你就会看到 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生命中 真正灾难的开始 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 但是我要说 无论如何 一定不要让神离开你 你要继续地回到神的面前 不知道或许你以前 离开神有一段的时间 但你有过得更好吗 没有神的日子 拜五相的日子有更好吗 其实是没有更好的 我要鼓励你 趁着有今天 神没有离开你 你要好好地归向神 而当你归向神 你会开始走在一条 恢复的路上 跟恩典的路上 第十五节 耶和华说 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机甲 我在那里正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 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 不再怜爱他们 他们的手里都是被逆的 吉甲原来是纪念以色列 跨越越代河之后的恩典的记号 是恩典之地 如今伊法林却在这个 神纪念恩典的地方 开始拜起金牛犊 成为一个得罪神之地 成为一个神所正恶之地 因此伊法林在吉甲的所作所为 让他们失去了神的恩典 生命就哭干了 神也必定戏绝吉甲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生命中的吉甲 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 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恩典的记号 我们怎么可以 回在吉甲这个地方 去拜偶像呢 我们怎么可以换掉一位神呢 有一次 我觉得在我服事的路上 我也碰到很大的挫折 仿佛觉得自己会要走不下去 可是当我们想到 我们遇见神的那段时间里面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神迹启示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 那些的美好的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遇见神 蒙神救赎的 那些是这样的真实 就像吉甲而已 所以当我们回到吉甲的时候 回到生命中的吉甲的时候 再一次回想我们的恩典的时候 那是帮助我们重新兼顾在神面前 信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但是今天这个地方 却变成以法连拜偶像的地方 你可以理解神有多生气 神有多么愤怒 要把他们赶出去 不再怜爱他们 因为他们的手里都是背力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苦难中 和西阿柱一直提醒 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我们越是在苦难中 我们越是要靠近神 我们应当回到我们生命中的吉甲 不是献祭给金牛犊 乃是重新委身 重新回到神的恩典当中 那么继续的来跟从神 所以不管你的处境是如何 我这么说 不要做出让神离开我们的事情 纵使你做了一些事情 你要赶紧悔改在神的面前 否则的话 像这里说的 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命的灾难 苦难才真正开始 神从来不会离开我们 真的 我们的教会 不是什么时候看到神离开我们 每一次有人从世界里 回到神的家 哪里不是欢喜快乐的 哪里不是整个教会 欢喜快乐迎接一个浪子回来 神永远不会离开一个人 除非我们自己主动的 逼他离开我们 除非我们自己回到 那个拜偶像的路上 在那里弃绝神 神才会弃绝我们 就像这里所讲的 他们的首领都是背影的 因此 我们不用担心神会离开我们 只要我们继续的活在 神的恩典当中 神一定不会离开我们 只要神不离开我们 不管在任何的光景里 神一定会给我们恩典 一定会给我们盼望的 除非我们离开神 否则 神绝对不会离开我们 因此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苦难要让我们靠近神 艰难让我们靠近神 不管如何 我们绝对不会离弃神 那些曾经离开神 又回来的人 你知道他们是 再也不会离开神的 因为他们真的经历过 像浪子一样的生活 他曾经离开神 再回来的人 他们很清楚地经历 他们再也不会离开神的 因为神的恩典 是这样的真实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回到我们生命中的机甲 那个你曾经献祭给神 曾经你生命中最感恩的地方 而不是在那个地方拜偶像 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需要恢复 我们生命中的机甲 那是一个我们跨越越 约旦后之后恩典的记号 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 神一定不会离开我们 除非我们逼神离开我们 除非我们离弃神 否则神一定不会离弃我们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生命的光景如何 只有一件事 我们一定不会离弃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